每年農曆七月 大岸地区都会办理中原普渡法会 今年度透过立委许淑华 现议员友好的协助下 普渡法会也于日前隆重进行 地方乡亲都踊跃到场参与 一起共同祈求 地方人事务发展都能够平安顺遂 那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许淑华立委的服务团队 包括蔡成威主任 林蒙莉代表 张秋林副主席 还有政公所政长 大家共同来这边参与这次的普渡法会 那过去以来的话 这个每年举办的太极峡谷的法会 是万山坛这边来协助举办 那在在地许多大岸区的许多乡亲 都会一起来这边参与 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普渡法会 保佑我们合进能够平安 大家都能够平顺 那也谢谢许淑华立委 以及服务团队 以及今天大家所有的一些 在地的一些长官贵宾共同来参与 会后针对地方乡亲们 引颈期待的太极峡谷 与天梯重新开运的计划 仙韵友好也建议县府能够重视民意 并串联竹山镇各景点 紧速的来做出规划 让地方观光发展有所提升 进了带动乡亲们的经济收益 那对于大安里的这个包括天梯 或太极峡谷许多的景点 都有非常深的期待 那也希望说就是县府能够尽快的 协助这个地方能够重回过去的荣景 那一直以来在这边争议的一个 就是所谓的营运的问题 也希望能够尽快解决 还让这个地方重新的话 再推广出去 所以希望南投县政府 对于这个部分能够特别的重视 主宰有很多的美景 包括像瑞隆瀑布之外 那在我们的太极峡谷 或是我们的天梯 能够重新的再做一个结合 相信这样的观光效益 只有加成的效果 它也是大安里民 以及竹山真名共同的期待 议长和尚峰感谢许立委协助地方 办理普渡法会 也期许透过法会的祈福 能庇佑大安地区 诸事顺遂和尽平安 记者如雨凯 竹山采访报导